大家好,歡迎來到新的節目 就是這個叫做大貓瘦身學堂的 那我就是你的下巴,嘉肥 嗨,大家好,我就是大貓大師 我叫招財貓 為什麼我們有這個節目呢 就算我們Dr.Dill的新暖臨日記之後 我們發現因為本貓、本宮很需要減肥 我發覺做一兩個訪問是不行的 所以我就邀請了名鎮江湖的大貓大師 來教我們怎樣減肥 因為其實大貓和嘉肥貓 不是,嘉肥是我,焦財貓其實就在瘦身事業 都十幾二十年了 教人都教很多了 為甚麼我們會用光的呢 就是因為很多江湖規矩的問題 我們又想唱所有言 但又要避開很多的掣肘 所以還有一件事,咖啡需要減肥 大家都知道 為甚麼招財貓是招財貓呢 因為招財貓已經是減肥成功的美女了 還可以吃很多美食 又有錢又富貴 所以他是招財貓 事情就是這樣了 其實剛剛講的這個,我們馬上就想起了 最近我們三個就約在一起吃飯 三個人叫了四樣菜 四樣甚麼菜呢 如果減肥的人會不會這樣叫呢 這個就是冬菇鵝掌 栗子炆番茄 然後加這個羊腩加這個蘿蔔糕 然後炒了一碟叫青炒 那些叫甚麼菜 都不是瘦得去哪裡 都是很多油 簡單來說,四碟菜都肥到貓都不認得 是的,但這些是生活最喜歡的東西 但我們這樣吃法會不會真的肥得很厲害呢 那天我們叫了很少菜 如果我們平時兩個都叫 因為四碟菜差不多 他就走一走,咖啡吃少一點 是的,原來他們在就我 我也不知道 那我們就打算拍10集 錄音10集 然後就分享一下大貓大師 還有他的拍檔 招財貓 他們對於很多很多 譬如說我們對於打麻煩 可能是賀爾蒙 可能是飲食的習慣 然後今天我們開波之前 我才聽到大貓大師說 原來做運動是不可以減肥的 我已經這樣說 政治正確點去說 做運動從來都不是因為減肥的 所以我就帶出一個point 我說大貓大師 其實以前古時的皇后、皇妃 全部都是靠靚 靠好身材來保住自己的位置 但是以前古代沒有人去做健身 做瑜伽 然後做運動 跑步的嘛 你不會見到皇后跑步的 但他們 好像有些運動人撲蝶那些 你透露了你的年齡出來 有可能踢影 好像看電影那些 我沒見過 但皇后也不會踢影 踢影也不會瘦到哪裏 我打算先問米問 而不是有一點點 即是說 其實他們以前的人 他們又要靚 因為靚對他們來說 簡直是保命的嘛 又要生孩子 又要保命 三千個選一個出來 是的 所以應該 剛才大貓大師就說 其實做運動的原意 不是為了我減肥的 那我就說 咦? 很適合聽啊 即是說 其實我不用在這個方向轉言 那這個其中一個 我們想講的題目 那加上呢 連近歲晚 那大家 各位美女 各位姐妹 都會難免的 就是很多 這個煎堆油鍋 蘿蔔糕 然後 跟著又 一桌的美食 那怎樣可以自保 保住原生 原先都已經不是很小的肚腩了 然後令到它不要再大些 反而會小些呢 其實年過節這些時間 是很危險的時間來的 大部分人就是這段時間 肥成十磅八磅 那一段時間肥了之後 就說努力減了 那通常 都還沒準備開始減了 跟著復活節 那些節日又來了 跟著 剛剛過完那些生日又來了 跟著就 由新年肥的十磅 一直累積下去 年底都還沒減過 因為新的一年又開始了 這個大部分人 這樣一直重複重複回來的 其實跟外國人一樣的 老外都一樣的 他們是每一次聖誕節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以我 我不知道卡路里這件事怎麼看 其實我們一個正常的女士 你的卡路里每一天的攝取量 是千多而已 不到二千 但是一杯的Margarita 或者一杯的Pinacalada 是千多的 所以當我們去應酬 想著 Saturday Night Fever 去跟女士 姐妹圖 其實你喝了幾杯 已經是幾千個卡路里 然後才開始 你那件牛扒豬扒 然後 各式的甜品 其實那一晚 可能一分鐘已經吸了 一萬個卡路里回家 是啊 3500個卡路里 等於一磅的脂肪 那裡很厲害 所以那些老外 通常你見他們 每一個過一個聖誕節 聖誕節 之前有這個感恩節 Thanksgiving 然後聖誕節 接著就是聖誕的Boxing Day 接著就是這個 鬼佬的新年 所以他們每一年 那個體重 是每一年加上去 過一個年可以 重五六磅 然後下一年又五六磅 又五六磅 譬如你從三十歲到四十歲 你就重五六十磅 是啊 所以其實新年就是 什麼呢 新的肥盤開始來的 就不是就是 新年有什麼新願望 其實講解減肥 其實很多人都很有經驗的 啊 招財貓以前都玩不少的 是啊 那我就用很多不同的減肥方法的 那我會用個運動 那吃個減肥藥 那吃減肥藥那次是大鑊一點 因為呢 就吃了幾天而已 接著就暈了在街上 然後呢 就去那些美容院做包紮了 那包到好像一些鐵打那樣 包一塊黑色的 那搭著個肚皮 然後呢 就包保鮮紙 包完之後呢 一路走一路脫 那你知道裡面的東西很黑色的嘛 那別人以為你一路走一路賴 賴什麼 賴子 賴子 那整件事很尷尬 但是保鮮紙你都試過 是啊 美容院都叫我包的 就是裡面有藥的 是有些藥 那些藥是介乎啡色和黑色之間 其實可能是鐵打藥 喂 現在說真的 我看你呢 應該是size 你的size應該是0或2 加細碼 加細碼 那如果是外國碼呢 總之如果我去sale 買童裝的 通常都 你應該是0馬的了 我看你 你2馬都沒有 應該買不到衣服 但是 為什麼你0馬或者2馬 都還要減肥呢 我啊 因為呢 減肥是女人的終身事業 你之前 告訴人家你多少磅 是啊 我用了6個月就減了40磅 維持了24年 那時候我減肥經驗 我先說 暫亂你那個病 現在呢 招財貓呢 基本上呢 是一個0馬 或者是一個加細馬 的一個美人 那樣的 OK 而且他不是很高的 你幾高啊 5呎2吋 剛剛好 5呎2吋 然後跟著是 我很難想像 他現在的骨架 多了40磅肉是怎樣的 那所以你當年 是曾經努力過減肥的 是啊 用了很多方法 後來呢 發現呢 他那些什麼什麼營養師都看過的 但是呢 就太過吃力了 因為他到處買不同的食物 我又不懂得煮食 最後呢 我就自己 把心一環 就開了一家美容丸 因為我覺得呢 如果自己開一家美容丸呢 去減肥便便宜很多 但是發現呢 原來不斷跟人減肥 自己呢 根本都沒有時間去減肥 不斷幫人搓搓搓搓搓搓 也都 而且你累的話 你又會吃多些東西來減壓 美容丸最流行的是什麼 一有時間 喂 喊茶 這樣來減壓的嘛 從十幾歲開始減壓 其實女士真恐怖 為了減肥呢 自己開一家美容丸 幫自己減肥 為了想漂亮呢 自己買一家化妝品公司回來去做 所以男人就說 我最近真的聽到一個姊妹呢 就說很想結婚這樣 於是乎呢 買一家婚姻公司回來 不是 差不多 她自己去搞一家婚姻介紹所 我說喂 會不會真的 中文不是有句話 叫做斬腳趾鼻沙寵的 她是斬腳趾鼻沙寵的相反 即是說 我不知道她的中文是什麼 即是說你餵了一些東西 但你做了一件很誇張很大的東西 來去成就那樣東西 所以你就說 因為你想減肥 拋磚引肉 拋磚引肉 磚很大 但肉很小 可能只有三兩 那結果怎樣 減不減到 當然減不到 越減越肥 是啊 其實你想想 那些女士真是個人 我經常覺得 那些女士一聽到減肥都很瘋狂 那一向來講 男人是不流行減肥的 即是我們聊天的時候 每個人都說 我哪有肥 我有個肚腩 是啊 那些女士說自己肥 我有個肚腩 我哪有肥 我有個肚腩 真的以前 其實我也不肥 不過我瘦 但我有三十四寸腰 那時候 但你的骨架 你三十四寸腰 其實都厲害 很厲害 但那時候人們說什麼 你現在多少寸腰 現在三十二十九左右 二十九 即是青蛙這樣 凸個肚腩出來 還是蟑螂 好像青蛙突起 突起肚腩出來 你的樣子都像 然後 男人經常坐下來 我們做生意的人 有個肚腩才穩重 哈哈哈哈 這些藉口都不錯 可惜我們女人 又不可以用這些藉口 有個肚腩穩重一點 不是 這個女生說 我們有個肚腩 方便找到位坐 人讓你 以為你懷孕 肚腩當是腿 不是 以為你懷孕 有位坐 不過現在都不一定 那些人跌到大肚 都未必弱位 所以很難搞 那所以呢 我找了大貓大師 因為他自己本身 真的有個體重管理課程 但是呢 我們這個節目呢 就不會賣任何產品 或者是這個課程的 那如果你聽到 有什麼地方 你有興趣的話 你就私信我啦 我們呢 就純粹呢 分享一下呢 一些失敗了 譬如我 就很明顯 很多失敗經驗了 然後呢 大貓大師 和這個招財貓呢 就很多成功經驗啦 那我們會在這十集裡面 就盡量講多些呢 一些 就是我們沒有想到 是關於減肥的 或者瘦身的 一些 一些提示啊 有很多東西我們是沒有留意的 那我們第一集說什麼呢 大貓 第一集呢 我覺得呢 應該先大家清楚一下 有些減肥的觀念 其實呢 減肥其實不是很難的 很容易的 但是呢 加菲呢 經常說很難的 我都說我做了這麼多條 不是很難的 不過呢 反而有一樣東西就是什麼呢 你要減完之後 不要讓自己肥回 因為要不然呢 前功盡廢 整天都減肥 三、兩年後又減肥減肥 所以 這個就是exactly 我的point咯 就是我們十五歲減肥 十五歲我爸 就拿一盒快簽回來 叫我們兩姐妹 你爸真的很關心你們的 是啊 因為我爸 我爸以前 好 總之 什麼啦 很潮的 會欣賞女士 女士一定要fit 自己的女兒 喂你不fit我 我幫你做 因為我們的骨架都大的 所以我妹妹還要是矮 所以我爸就很害怕 如果萬一你們有肥有矮 你怎麼嫁得去呢 你知道做爸爸的 最擔心這些事情 對不對 結果就是15歲開始 我們就第一個療程 就是這個快簽 簽簽簽簽簽 那結果什麼情況 不是很記得的 其實她又不懂的 只要我們拿一個東西 初一十五吃兩顆 那你不會有用的 通常媽媽會比較緊張 媽媽會叫她說你減肥吧 減不了的 很少男士都這麼關心女士減肥 是啊 很奇怪的 然後就試過很多很多不同的減肥方法 例如這個只是吃蛋白質 不吃澱粉質 你們都聽過了 吃肉減肥 吃肉減肥法 又試過不吃東西 我以前不吃 吃了西柚汁 然後又試過這個什麼 飯水分離我沒試過的 但飯水分離基本上不是一個減肥方法 是一個養生方法 那試過 有沒有試過吃生豬肉 我真的見過有女生吃生豬肉 生牛肉也頂不住 生豬肉 廁紙都有人吃 為什麼有人吃生豬肉呢 原來因為吃下去有蟲 會在你的身體裡面生一條寄生蟲 接著她就幫你吸收它的營養 我問為什麼你會吃 她說 那她就幫我吸收了營養 因為我吸收力強 有條蟲幫忙就瘦會多 很厲害 不過原來吃生豬肉會瘋的 這個女生真的瘋狂 我見過了 簡直是瘋了 吃生豬肉 我有見過夾手指減肥 這個很普通 摘頭髮減肥 日本有些 日本是流行吃廁紙減肥 是啊 摘頭髮減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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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消化不了 很辛苦的人不想吃東西 不想吃東西就瘦了 千奇百怪 所以吃生豬肉減肥 已經是很初級的了 很普通的東西來的 我真是難以想像 聽過很多的個案很奇怪的 減肥 其實正宗來說 我們先有些大圍去講起 因為新年會來這樣 其實你所謂理論 我們應該由怎樣開始去瞭解 我們的身體 或者怎樣去瞭解 減肥 是什麼馬子的一回事 其實減肥 應該有幾樣東西 我們要留意的 第一件事 我們的身體狀況 不是每個人都 適合同一個方法 有些人說 我試試吃西藥減肥 接著他吃兩天就暈倒了 有些說節食那些 他本身體藥 你一節食 其實都不要說有沒有效 三幾天已經是不行了 應付不了 所以等於是身體要好 如果身體減肥減得好 我先鼓勵幾樣東西 大家真的要多喝點水 早點睡覺 留意一下你去洗手間 去得好不好 大便要多 後面的東西就容易一些 說多次慢一點 第一 就是要多喝點水 現代人很少喝水 因為覺得不好喝 然後很多很好喝的東西 水都要加些下去 因為水很寡口 覺得很淡 是不是都要加些味道 變成我們在清水上 很不足夠 但身體很需要水 所以如果水不夠 其實新陳代謝都會慢 所以很多問題 其實你後面怎樣努力都好 前期有些東西卡住了你 是不行的 所以喝水是第一個 水就是要喝暖水 一定要喝暖水 還有如果你覺得寡的 你加一兩片檸檬下去 就簡單一點 然後就要留意一下自己去洗手間 大便 現在其實便秘情況都很嚴重 你想想我一天吃三餐吃完 這麼多東西 三天都沒去廁所 那些東西在裡面濃縮 一直壓迫壓迫 好像石屎那麼硬的時候 其實影響了整條腸吸收 還有排毒的問題 這個我也很有感覺 因為最近我昨晚去了一個新的瑜伽班堂 他有一塊叫瑜伽圈的 用來壓小腿 壓大腿 嘩我痛到瘋了 還有腳是經常抽筋的 我經常是嚴重抽筋的 然後又止不了他 我的認知就是我不夠蓋尾 但事實上蓋尾我吸得很多 然後導師就說你不夠水 其中兩個原因為什麼會經常抽筋 或者你的筋很痛就是 那個血管根本就不流通 就是血氣全部都塞了 而血氣塞了的 重要原因就是不夠水 是啊 血結 他們終於要經常吃 濃度太高 走得很慢 所以變了很多營養 然後我突然間有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一直沒有辦法可以連繫到 原來我的腳走路又覺得很重 覺得很沉重 覺得走多幾步就已經很累了 那我就想是不是因為太肥 水腫 原來他說其實最主要是喝水不夠 我知道我喝水是非常之不夠的 因為我自己的身材呢 我有一個水瓶的 是750個毫米 其實我計算的數 我是一天要喝4至5瓶的 但是我其實每天喝到一瓶半左右而已 所以我是嚴重的 但是因為我的感覺是不需要喝水 是啊 就是你不會覺得很口渴 你不覺得口渴 那你不口渴又不喝水了 那我又不會喝可樂 這些東西 所以 這個就是很多人出現的問題 就是大家都覺得是口渴才喝水 那其實口渴呢 本來他都提了你 不過我們做習慣之後呢 開始覺得 一會兒再一會兒再 慢慢的感覺降低了 越來越少 他不覺得 他沒有了感覺給你 但是其實呢 真正的就是喝水 不是口渴的時候 是不斷 可能一個小時 半個小時就要補充 少少少少入 但是我們得意 我們要喝水 通常一來一杯水 就那裡喝完 然後 然後胃又漲到飛起 然後很快又急去廁所 覺得很麻煩 所以大家不要喝那麼多 越喝越多 經常要洗手間 做事不方便 一會兒老闆以為你 蛇王 所以這些就是都市問題 慢慢大家就開始練習 自己不喝水 然後喝很少 我也有聽過一些朋友 他說一天都喝不到一杯水 不過還有一件事要說 大家習慣就是說什麼呢 我喝八杯水 你經常聽美容詩說 其實有時候有笑話來的 原來每個人的心目中的東西是不同的 有一個那隻杯是什麼呢 拜神杯 小小的杯 我每天都喝八杯的 另外一個呢 他可能有五百回星的杯 他八杯就有四公升了 所以有時候都不要經常講 是講真實的數量 很多人是遠離這個標準的 一公升都不到 你想想那些血裡面 就真的水分不足 所以血很激 中醫經常講 哇你裡面很多雜質毒素 所以身體就差了 如果大概有掃過手指 去看過自己的紅血球的話 你要發現 我就見過自己的血 真的眼淚都流出來 譬如那些人說 你血激啊這樣 或者你不夠 喝水太少了 聽得多你都 鬼不知道嗎 你再說都是這樣的 但是當我們見到 譬如我掃過手指 然後在顯微鏡上 見到自己的紅血球 全部是變成一個殘斗 黏著一串 原先那些血球 如果是健康 是應該一個圓圓圓 然後在血裡面 你可以浮著浮著 很開心地彈一下彈一下 但是當那些紅血球 不夠水的時候 它們會黏著一串 為了要生存 是 然後跟著就乾脈脈 變成一個扁斗 是很淒涼 就好像一串的電芯 那些扁的電芯 一串這樣 蛤 為什麼會這樣 還有一樣東西 大家也知道 我家裡有貓 是吧 那我兩隻貓呢 是很健康的 怎樣健康呢 就是每一天我回到家 我發現貓的廁所 是盆滿撥滿的 嗯 然後跟著我發現 哇這兩隻貓厲害 是很厲害的 由他們貓仔開始 就是每天呢 我清一次廁所是不夠的 我要清兩三次去廁所仔的 然後跟著去到現在呢 基本上呢 一天清兩至三次 去廁所才可以維持到乾淨 然後我就想 咦 我對貓這麼健康 牠的模式很漂亮啦 彈一下跳一下這樣 又很睡得吃得 但是牠是瘋很多的 是 但是我呢 一天頂弄就一次咯 一天去一次就叫健康的了 牠就很開心的了 所以其實我們城市人 對於這些 即是 如果想靚 想減肥 其實都是要還原基本功 回頭就是 要喝水啦 水的質素啦 要喝靚水啦 即是你不要喝那些 那些叫什麼 蒸餾水啊 那些加礦水啊 那些加礦水啊 即是就不太好 其實呢 還要喝暖水啊 富貴貓啊 其實 不是 招材貓 招材貓 其實剛剛我咖啡講 都典型很多人是這樣 那對寵物呢 就非常照顧有加 是 但是對自己的身體呢 其實身體都是我們的寵物 我們就很疏忽的 即是 你想想一件事 如果有個故事就是 有一個人很喜歡 法拉里的嘛 駕駛著一輛車 去到那些士多的時候 覺得啊 買一罐汽水喝一下 那就馬上喝了 然後喝一下 咦我最喜歡的就是 那輛法拉里的嘛 請他喝汽水先 打開水箱 就倒汽水進去 你不會的嘛 你不會的 你知道他不用 他不要這些東西的嘛 但是我們的身體 其實真的是不是真的要汽水 你有沒有問過那個身體呢 還有我們的 我們那個身體 又怎麼只值那三四百萬呢 是啊 我們很少問的 其實你裡面 究竟喜歡汽水還是喜歡水 他可能回答你 我真的喜歡水 你肯倒一些可樂 下來有沒有辦法 是啊 所以身體又出毛病 開始去洗手間不好啊 多一些健康的問題啊 這些就是 因為我們經常 喜歡自己要的東西 但不是身體喜歡的東西 人很容易累啊 是啊 這樣 那我們第一節呢 又差不多了 其實呢 我覺得有一次呢 我有一次我很苦惱 因為我之前呢 我游泳啦 那由這個五月中 游到十月頭的 就游足五個月 而且每個星期呢 起碼都六天的了 每次半個小時 起碼的了 那是修身一些的 是沒有那麼漏浮的 是修身一些的 但是在體重管理來說呢 是沒有輕過的 是啊 那我就覺得非常之苦惱 然後再之前呢 那我就用了不同的方法啦 這樣 然後呢 又試過 家裡沒有米 其實我正在用很多方法 那跟著呢 大貓 不及你們啦 始終都 因為我未到那個結果嘛 未到我要那個效果嘛 是 那跟著大貓你講一件事呢 是令到我如釋寵苦 欸 我經常講那麼多話 哪件事最緊要幫到你 嗯 其實我很猛狀 我非常猛狀 因為用了很多方法啦 是啊 那之前用過這個功能醫學啦 但我就不可以說 功能醫學不可行 因為功能醫學呢 我找他們的時候呢 我是想醫濕疹啦 是 睡眠質素啦 還有我的手抓的那個 就是網球手的 是 那他們三樣東西搞定了 是 但我那時候沒有put into 就是沒有放一樣東西下去 就是我要減磅 嗯 其實Esther 你可能就是裡面太多系統 是 太多的系統 以至到其實 壓力很大 是 壓力很大的話 其實是減不到磅的 是啊 那我就突然覺得 咦咦咦咦 我又有Vegan的系統啦 是 我有這個 就是很多套系統在我裡面 我自己很想做 成為一個Vegan的 是 嗯 但是純粹是一個道德的一個想法 就是 我想我是Vegan 因為我覺得 我應該不要吃肉 嗯 或者我不應該吃肉 嗯 然後我發現 我從來不敢碰這些朱古力 因為我試過 就是去看Chiropractor 就是那些脊椎治療師 他就說 叫我不要吃朱古力 因為吃朱古力的話 令到我能量低 所以我就不碰朱古力的 OK 然後跟著 我又不敢吃這個 又不敢吃那個 然後又不敢碰飯 不敢碰米 不敢 但是說不敢其實你都要吃飯的 你不吃就不行 是啊 然後我就發覺每一次我吃完飯 或者我就會很內疚 很不開心 嗯 然後覺得自己很壞 為什麼我又沒有辦法戰勝我 我對澱粉質的這個想法呢 然後我那天聽到你說的 我說是呀 其實我聽了這麼多專家說話 我自己都是做訪問 訪問了這麼多專家 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說法 血型有血型的說法 這個辛酮飲食的辛酮飲食的說法 然後跟著就很多 就是Atkinson那些 只是吃肉不吃 不吃澱粉質那些 是啊 然後我突然有個問題 我浮了出來就是 咦 我沒有問過我的身體 是啊 我問過很多專家 我看了很多片段 看了很多書 嗯 訪問了很多人 但是我沒有問過我的身體 和我的身體溝通就是 咦 其實你想吃什麼呢 是啊 你需要什麼呢 是啊 然後跟著我就 不如這樣 把所有的系統 從我的心態那裡排出去先 是 然後 先種一下自己 去買一些我喜歡吃的東西 是 我就買了一陣子 朱古力 嗯 我想我十年沒買過朱古力 是嗎 是 然後我買了一些很漂亮的麵包 嗯 就是三五十塊 只有三片那些 OK 然後在家製了這個多士 然後我覺得 又吃了 可能每一次我吃兩粒 就是整排朱古力 可能吃六粒 我撕了兩粒而已 但我覺得很開心啊 瘦了是不是 應該 以我的understanding 沒有胖到 OK 有沒有瘦到不知道 起碼沒有胖到 然後跟著我覺得 很開心啊 是啊 然後跟著我就不行 我們要做節目 然後我要重新再去了解 是 我要去設計一個系統 是對我來說行得通 是 對我的身體行得通 是 其實有時候真的 我們被自己太大壓力了 減肥呢 就是聽得太多東西 就變成這樣感觸那樣感觸 其實事實上 很多朋友來到我們家裡都發現 在雪櫃裡面 一樣有雪糕 雪條 剛剛有什麼牌子 很貴的特價呢 我們就買了很多飯 就是如果大家呢 你跟大貓和大貓 吃過飯呢 你會把鬼火的 第一就是 他們很瘦 不要說很瘦 很feet 非常feet 然後跟著他們 真的大食 就是大食到那個地步 你覺得搞錯啊 這個宇宙很不公平啊 如果這樣吃法瘦倒就好了 好了 那我們呢 頭的這個 已經過了 已經25分鐘了 那我們呢 Part 1 就已經呢 如果你在聽到Youtube的話 我們就要在這裡停了 那如果大家想聽到 我們接下來呢 有什麼提示啦 還有是說 真的減肥啊 瘦身啊 這些呢 到底正確的態度是怎樣的話呢 那你快點加入我們 商爵台了 那我們現在暫時說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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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